Hello大家好 今天想带大家看一下这一套康山的双车库独立屋别墅 171 Clark 一起来看一下吧 这套双车库的独立屋呢 在康山社区 康山是作为多很多其中一个的老台跟高级社区呢 它是第一个公园文化 在几居居住的人呢大部分有流泰人 伊朗人 新大名人 韩国人 韩国人 基本上刚刚就是 这种方向职业 这么它单独立屋大 但是这种方向职业 这种方向职业 这种啊 全部的领域升级 所有的设计啊 还有领导啊 还有什么都是我担心 刚刚错了 这种方向职业的厨房 这边就是不请在的 其实不想看房的时候 大部分都不属于 需要自己的厨房 那么全屋的这个就是这个厨房里 这个厨房 属于是在厨房里面 然后还有这边会有一个方法 可以在做大厨房里面可以看到后面 这时候呢 就是如果有小盒料的时候呢 它在外面玩也是非常安全的 无锈钢的所有的家庭 这边是早餐厅 还有一个呢 是封闭式的 就是我们叫做家庭厅 全家人在周末的时候 可以在此小觑 一般一楼呢 都会有一个客位 就是如果有朋友来的时候呢 他们可以在此呢 就是使用洗手间 不需要跑到楼上去 就是说打扰主人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 毕竟楼上嘛 就是洗手间也是属于 比较私密的地方 有很多人并不喜欢 就是说被别人看到自己 摆的一些私人物品 那么呢 这个客位呢 就刚好呢 可以就是说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一套的客位呢 也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效果的 还有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地方的这个便室 这个呢 其实不是它的便室 而是这个房子里面 已经装了全屋的安保系统 所以它这个地方 是可以拨影像的 那么呢 再过来这边的话呢 会有一个非常厂量 非常大的洗衣房 那除了这个洗衣机 什么干衣机之外呢 还有一个水槽 就是说可以做一些 简单的清洁 这个房间除了叫洗衣房呢 我们有的时候 也会叫它markroom 就是比如说 可能会放一些 拖把呀 吸尘器呀什么的 然后上面还有些柜子 可以摆设这些东西 那么由于房子比较大 独立屋的房子比较大 占比较宽 那么通常还有一个侧门 从这个门呢 可以直接呢 去到后院 或者呢 是从车库呢 拿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有朋友来送东西 都可以走这个门 有的房子就是 比如说可能是有保姆的话 他们也会有些东西 从这边送过来的 现在我们去看看楼上吧 这套房子呢 一共是四个房间 然后两个洗手间 我们从这边开始看 它这些都是次卧 但是呢 你可以看到房间呢 其实都是很大的 面积非常的实用 另外一个房间 大家可以看到呢 这个主人的配色 也是非常用心的 每一个房间 其实都是非常的方正 然后特别的实用 这边呢 就是第三套房间 每一个房间呢 都有自己的衣柜 然后可以就是放衣服啊什么 那么一般呢 独立屋呢 在二楼就是寝居的地方的话呢 它还有个这个柜子 这个小柜子呢 其实就是可以放一些 家庭的杂物啊 或者是说可能是放一些 换洗的毛巾啊 被单被罩啊什么的 就是会通常 然后呢 这里是 二楼的其中一个洗手间 它有两个洗手盆 然后有一个非常大的淋浴 装有两个花洒 可以同时淋浴哦 再过来呢 就是这个走廊的尽头 那么隐秘性更好 私密性也更好 当然就是主人房啊 一起来看看吧 这套房子 它们装有一个 镶嵌在墙上的柜子 然后可以有一个小书台 或者是可以作为女主人的化妆台 步入式的衣帽间 非常的实用 然后这个就是主人的洗手间 有淋浴 也有按摩浴缸 现在我们去看看地下室吧 加拿大的房子呢 都有地下室 那么地下室的功能呢 其实是多样的 有的作为健身房 有的作为娱乐室的延展 还有的呢 可以作为卧室 甚至是办公的地方 咱们看看这套房子 都做了些什么吧 可以看到呢 面积是非常大的 有健身的空间 然后有会客的 这边呢 还有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有两个房间 有的主人都喜欢把地下室呢 打造为办公的地方 也有的人都喜欢把地下室呢 就作为小孩的娱乐的地方 总之在地下室呢 其实是整个房间非常 也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地方 大家就基本上属于 更加的个性化的 可以在自己的房子里 做很多自己想做的 就是说设计啊 或者是功能性的一些延展 这套房子呢 是属于corner lot 也就是在一条街的呢 街角的位置 通常独立屋在这样的位置 在角落的时候呢 它的占地面积会更加的大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一套房子的后院呢 非常的方正 也非常的大 然后它从房子里面呢 是有两个位置 可以通到后院的 加拿大的房子呢 是土地的产权 是永久性的 那么如果要是在这边 又有一套这么大的 占地面积的房子 大家有的时候会说 那有什么意义吗 不是 只不过是你自己的一片天地 当然如果在投资的角度来讲 首先第一 康山社区呢 是一个老牌的中高产社区 这个地方有高尔夫球场 广球场 学校呢 安省排名非常靠前 然后出行非常的方便 社区中心举步就到 那么这个房子 目前其实是非常棒的 一个条件 那么有很多投资的客人的话呢 或者有一些自己想 建造一些自己的房子客人 作为独立屋 你都是有这个选择的 那么如果之后 大的一个后院 当然更是任你发挥了